新北一起家暴殺父案 成為全臺首起國民法官參審案件 新北地方法院經過一連三天 密集的審理之後 今天一審宣判 何議庭認定 寄信婦人符合自首要件 可以獲得減刑 但是事發當下 他沒有立即的危險 並非處在孤立無緣等理由 無法適用刑法五十九條犯罪 形狀險可抿述的規定 再次卓量減刑 因此判處寄信婦人七年兩個月 全案人可上訴 不堪長期被家暴 寄信婦人去年十一月趁丈夫守歲 把人殺害這起殺人案 新北地院加入國民法官開庭審理 二十一號判決寄信婦人 有期徒刑七年二月 也不知道會不會照顧得很好 我們都很擔心 不知道將來還有沒有見面的機會 犯下殺人重罪 最關鍵的良心問題 能不能減刑 減便多次攻防 最後何議庭認定 寄信婦人 只符合自首要件減刑 但畢竟整起案件 是全臺第一起國民法官參審 對審檢畢演及國民法官 都是新挑戰 從審理到懸判 格外引發關注 有國民法官說開庭審理時 多少惠煌控 就怕法學知識不足 也有人提及庭上重斥大量資訊 光理解就耗費精氣神 現在新知上路 各地方法院累積超過四十件 涉及殺人及酒駕致死等案件 將由國民法官跟職業法官 一起合審合判 由於採密集審理 利拼短時間宣派 也考驗審檢變 及國民法官的體力與耐力 記者川先生臺北報導